河道不斷流出污水 水面上長期積住一大片啡色污物 上面還漂浮不少垃圾 重也衝不走 在上水大頭嶺村旁邊的石上河 主要排放雨水 但過去十幾年 不斷流出陣陣惡臭味的污水 嚴重影響村民居住環境和衛生 有魚腥味, 有些很醜難形容得到 很醜, 真是聞到一張嘔吐 因為我煮飯, 我一定要關窗 進去, 有時上班, 有時下班 買菜, 走在那裡過 這條河都覺得很臭 因為看到這條河走在那裡過 真是很臭的味道, 真是 水頭很黑色, 黑色的, 很恐怖 會看到有些飄浮, 雞、內臟 有些什麼飄浮, 也有, 看到有 下面這條就是石上河 我站在那裡一會兒 已經聞到震震的臭味 你說住在那裡的居民又如何忍受呢 在大頭嶺村這裡 住了大約三百多戶村民 部分住宅和石上河 距離只有十多米 這裡也是村民出入的必經之路 臭味還飄進屋 住近村口的Ken, 指他一家 每天都忍受這些臭味 就連冬天都要迫著開冷氣 我們每一早都會看到很多 在河邊投出有些白色的污染物 那些看起來好像油渣一樣 但不知道是什麼, 非常臭 最臭的時候就要在家裡也要關窗 幾乎在家裡也要戴口罩 就算是有了 仔細看, 石上河左右兩邊流出的水 都不一樣 右邊明顯很骯髒 灰灰黑黑, 完全看不到河底 相反, 左邊就很清澈 就連魚右邊也看得一清二楚 村民懷疑這些污水 是來自距離村幾百米外 天旺去臨時街市造成 這些污水大部分都是魚的內臟 魚鱗, 魚鱗, 血等等 所以非常臭 令到我們下游那邊的後氣很厲害 每個人走過都掩著鼻子 Ken指, 街市內大約有近20個魚檔 而部分攤位就正正擺在雨水渠位上 魚販在湯魚的時候 血水連同污水 有機會順勢流入雨水渠裡 這條是雨水渠 你看到非常臭, 而且已經污染了 有些魚鱗, 有很多… 尤其是魚泥, 已經累積了很多 村民指, 雨水河的污水 懷疑由天光虛史的魚檔造成 我們去過現場了解 並發現街市內的雨水渠面 被重重繁布蓋住 魚檔污水, 未見直接流入水渠內 現場所見, 有不少法寶膠箱或水箱 到藏滿有魚血和腥味的污水 他們之後怎樣處理這些污衛物呢 這隻有, 燒了 那魚鱗那些呢? 魚鱗, 魚鱗就像煲湯 有什麼時候開始有繁布? 全裂, 大全裂 用來做什麼? 就是… 雜貌不讓人走, 空棄在這裡 那是不是會乾淨一點 不會做到渠定是怎樣的呢? 你覺得… 公正, 家裡沒有什麼公正 收檔時間到了 大部分魚檔當主都會自動自覺 將燙魚的污衛物清入發寶膠箱內 然後再轉交食環處職員收走 其後職員倒入大膠桶 再拿去處理 防止污衛物流入雨水渠 而有部分當主更自行將污水 倒入大桶內, 車走處理 想問你們這些水會丟到哪裡? 倒到哪裡? 我載到魚塘那裡 林華洲有時候載到魚欄倒的 這些是乾淨的水, 現在洗完澡板 通常天天都這樣倒? 不, 天天都這樣做, 收檔就是這樣做 會不會倒在這裡的地上? 當然不會, 怎麼會倒在地上? 你吃完…它站在這裡怎麼倒? 是否會罰錢? 每天清場之後 工作人員都會進行大清洗 以至搏到雨水渠口的交匯點 都放有隔污網 清潔工人不時會用鏟 將雜物等撈起, 以防阻塞 我們看起來也發覺多企理 據了解, 這個街市開了37年 地段是私人擁有, 而且是臨時性質 所以有關部門一直未將污水 引入污水渠 其實這裡有一個污水渠蓋 距離露天街市最多是50米 就是50米之內的 Ken在2017年開始向食環署 渠武署投訴 還連同村民一起開會 但一直沒有徹底解決 投訴了兩、三次這麼多 渠武署、民政署什麼都來過 區員也來搞過, 他也沒什麼答覆 臨時街市應該是… 一定要有一個配套 把污水接到污水渠裡 而不是光是清洗乾淨一點 它那裡洗得越乾淨 我們這邊就越遜色, 越臭 因為是搬過垃圾去其他地方 在會議後, 渠武署做過適水測試 也確定源頭來自天光去這裡 其後有關當局在2018年 要求當反, 妥善棄置污水 情況大大改善 但早前, 石上河還有出現污水情況 河面染成藍色 會不會跟附近工廠有關呢? 為了查明真相 我們揭而不捨繼續追查 竟然發現另有內情 雨水渠竟然佈滿雜物、垃圾 水面更出現一層厚厚的油污 難道這個隔油池 就是其中一個元兇? 眨眼看, 這個隔油池 好像平平無奇 但其實仔細一點看 會看到油漬沿著那邊 一直流到這條雨水渠 成為其中一個污染的源頭 隔油池裡面 是黑蚊蚊的陳年油漬 因為沒有人吸油 導致油隨時滿捨 不斷爆油, 流到到處都是 令油跟著雨水渠流到石上河 很骯髒 隔油池屬於樓上兩間酒樓 他們共用同一個隔油池 我們去攝氏酒樓了解情況 有否收過投訴說隔油池的油門 之前有 是怎樣說的 我們之後跟進了隔油池加大油 以前不是這樣的, 已經改善了 已經改善了 再有這個問題, 我們也會跟進 我們跟樓下交換 到時候再…再攪拌一下 是否需要多吸油 因為現在我們一個月也要吸油 我們再跟一根, 好嗎? 對, 你們會怎樣處理 可否也正式解釋, 怎麼處理呢? 怎樣處理? 你收到我們的資訊…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要找人跟進, 好嗎? 再三追查, 竟然發現 一間連鎖食市職員 在後巷懷疑非法處理污水和油 令水黑漆漆 垃圾桶旁邊放了一大袋油 懷疑他們貪方便 多次將油掃到雨水渠 看到千年油全抱在面上 還傳出震震臭味 我們虛信查詢, 公司回覆址 已向有關職員作出嚴正分事 並以加強培訓 避免同類事情再次發生 治標不治本 希望政府有關部門注視這一點 儘量安排污渠接合 我們虛信渠務署 處方回覆址 今年六月曾聯同環保署到場視察 共同探討改善方案 現時正聯同相關部門研究 阻折受污染地面徑留的方案 種種原因都可以令石上河受污染 希望當局可以正視問題, 徹底解決